继续关心凤林 一名68岁的田姓老翁 之前北上来到花莲市区 银行要汇款46万 表示说要购买高级茶叶 那么行员见状察觉有意 立即是通报辖区警方到场来关线 才得知男子是要做投资 明显是诈骗惯用的手法 那么经货员警不断的劝说 好不容易才保住他的血汗钱 警方货报赶到银行 柜台人员马上将远景 带到老先生前面沟通 花莲分局9号上午 接获辖区的银行通报 有名老先生要到银行汇款46万元 说是要跟网上一名卖家买茶叶 但收款人迟迟没有接电话 激紧的行员察觉有意 立刻报警请求资源 他东西会寄给我吗 这什么非非的是吗 大哥我跟你说我这个一看就是诈骗 不是 真的是啦 我们每天处理那么多诈骗案 你看你这个四十几万要赚几天 要好久 对啊你这一挥过去就没了 真的真的啦 经了解老公日前于网路上认识一名女子 该女子框称投资稳赚不赔保证获利 要求老翁汇款至指定账户 并说使老翁向黄元谎称是为了购买茶叶 远景激紧的试破该诈骗手法 宇航员耐心向老翁劝说老翁使发觉遭到诈骗 警方到场后在获得允许的情况下查阅老先生在社群网站上的对话记录 原来老先生加入一个投资群组 群组中声称有百分百的投资获利 老先生信以为真打算汇款加入投资 幸好被激紧的远景发现通报 在远景的耐心劝阻之下才没有被骗走 好不容易才存下来的老本 好 好